大家好,我是马小操 之前有粉丝说想看周瑜的攻略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讲一下周瑜 提到周瑜,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东吴大都督 那周瑜除了都督外,还有哪些可以玩的呢?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周瑜正面武将 本期视频将从 1.武将分始 2.战法兵书 3.配对思路 4.阵容配置 5.其他用途 这五方面来讲解周瑜 相信看到最后,对你一定有所帮助 周瑜的智力属性非常优秀 算顶尖法系水平了 统帅也还不错 在法系武将中算中等偏上水平 速度属性虽然比较低 但也和常规的法系输出武价相差不大 再来看战法 神火技 每次发动主动战法 有几率对敌方全体造成谋略伤害 自身为主将时 有几率对目标施加灼烧状态 这个战法的机制很容易理解 选择那些发动概率高的主动战法 给周瑜带就可以了 但这些主动战法可以是输出 也可以是辅助的 那周瑜在队伍中的定位 既可以是纯输出 也可以是半辅助半输出 周瑜选择战法的时候 只考虑发动机率高的主动战法 比如夺魂 竭力左谋 致记 阴沉自首 落雷等 具体用哪个就要看队伍里面是缺输出 还是缺治疗 另外像背蛇鬼车 四面楚歌这种 虽然发动机率高 但需要准备一回合是肯定不能用的 冰叔选择上如果周瑜扮演的是输出角色 那可以用攻其不备或者以致激乱 后面的两个选一个降威增加齐谋 第三个我们可以在鬼谋和占卜里选 如果是辅助带着治疗的 那我们可以用元祺必攻 立军 延虚 周瑜在冰叔选择上还是比较灵活的 这里只讲一个大概方向 具体用哪个还是要看队伍配置了 既然周瑜可以纯输出 也可以半输出半辅助 那从队伍结构来说 单核双核或者三个输出 都是可以玩的 先来看三个输出的 比如嘟嘟队 我们用周瑜陆逊 履谋 纯输出的话就要速战速决 不用带减伤和治疗战法 那我们可以配出下面这样的队伍 履谋先手打控制 然后周瑜出手打输出 降低对方属性 并施加灼烧和异伤效果 最后陆逊出手 直接打出自带战法的二段伤害 封住火势也能打出二段伤害 再加上白马的发动概率提升 一套下来直接把伤害打满 再来看双核的 这次我们给他换一个 吴国其他弓兵S的输出 比如太守瓷 再找一个辅助 陈朴和鲁肃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组出下面这样的队伍 在这样的队伍里 输出肯定没前面那种多了 那就要考虑生存和续航 陈朴在军民和行医阵 提供减伤和后几回合的增伤效果 咒鱼带了一个治疗战法 提升全队续航 再出此也没有选择全输出的战法 而是用折冲速成起立这样的组合 攻守兼备 最后还有一种是单核的 因为单核输出基本都要用到封死阵 但咒鱼攻兵不能使用 那我们就需要配合宝物 玩盾兵或者枪兵 可以组出下面这样的队伍 其实配法和双核的差不多 只不过周瑜在这个队伍里是全输出 另外两个武将是全辅助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阐述了 相信看到这里 大家对如何用好周瑜都有自己的见解了 凑不起上面这些武将战法的小伙伴也没有关系 我给大家配了各种适合周瑜的队伍 相信总有一套适合你的 看完队伍我们再来看一下周瑜其他还有哪些用途 周瑜传承战法封住火势 对敌方单体造成谋略伤害 如果目标处于灼烧状态 额外造成一次谋略伤害 这个战法条件比较苛刻 需要在有放火的队伍里面用 才能发挥出来 比较常见的就是前面两个赛制的兜赌 后面赛制这个战法几乎用不上 所以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兑换 需要周瑜的事件战法 有火炬 草船 火炬是热门队伍无耻要用的 草船是一个T0战法 都非常有用 甚至我觉得周瑜可以不留 但这两个事件战法必须换 所以大家攒两个周瑜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周瑜这名武将 无论看他属性还是战法机制 都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法系武将 但他的神火技伤害事数还是低了一点 经常会出现刮杀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周瑜想玩出高强度的队伍 夺魂是必备的 红星玩家抽到周瑜 同阵营的工兵很多 有很多选择 如果抽到陆迅和李萌 在前面三季玩一个速攻嘟嘟队 还是比较厉害的 但到了后面赛季 随着减伤战法的增多 速攻嘟嘟队没有了市场 周瑜更多的会去选择一些 肉弓脱回合的配法 而玩肉弓 必须要用到一些T0战法 比如战臂 夺魂 军民 刮骨等等 这些战法可以在别的武将身上 组出更强的队伍 所以周瑜在PK赛季 算是比较冷门的了 好了 以上这些内容就是我对周瑜的使用心得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后面视频 你们想了解哪面武将 可以发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如果你想看更多游戏攻略 和游戏里的有趣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马小超 我们下期见